我们现在台湾集中训练二讲开始 上帝赐予我们的最高的是什么呢 那就是祷告 在一讲里面我们说神赐予我们最高的是福音 在二讲里面我们要说神赐予我们最高的第二个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祷告 在我们今天的集中训练里面 我们会一直在讲到最高这个单词 最高这个单词也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VIP的意思 但是今天来参加我们训练的各位教授和牧师还有各位圣徒 你们不是VIP你们是再加一个V 是VVIP 为什么因为你们拥有最高的福音 我虽然不足虽然软弱但神赐予给了我最高的福音 这最高的福音我只要享受到哪怕只有一点 我的人生也会成为最高的应答 菲利比书三章八节保罗做了一个重要的告白 将认识主耶稣基督认为最高的质保 也就是说耶稣基督是最好的 因为我知道了这最高的 所以我以前所知道的都成了废弃的 大家的话在世上可以说是拥有着最高的地位和能力的人 在世上的人看来拥有最高的所有的东西就是保罗了 菲利比说三章五节看的话 保罗出生第八天就受了割礼 就是完全犹太人出生的犹太人 那就是说的出生 也就是说他是变亚明之派 也就是说他是贵族这样的人 也就是说他遵守律法这样的法利赛中人的法利赛人 菲利比书三章六节说就律法上的一说 他是无可指责的 那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多多少少都有一点要被指责的 但是保罗他说在我自己看来就律法上一 我是没有什么可被批评的 他是当时的那个律法里面真的是最高的最好的人 他虽然没在罗马出生但他却有了罗马的市民权 但现在这世上比如说没有在美国出生 但是他却有美国的市民权 那就表示这个人真的是有什么特别了不起的事 就是这样的无可指责的 这样完美的律法上成就意的保罗 他遇见了耶稣基督 他因为遇见了耶稣基督 他的人生就完全被改变了 正因为遇见了耶稣基督 他才觉得他以前所知道的 所认为重视的所有一切都成为了分土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找到了最好的 菲利比说三章十四节向着标杆直跑 他说了这样的话 保罗的人生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神所赐予的标杆 他要朝着那直跑 各位的人生你们现在正在向着什么样的标杆跑着呢 是不是为了成功啊 为了出名 大部分都是为了这样而活的 之前的崔牧师给我发来了那样的信息 就是说在台湾包括国会议员 这样的一些患有忧郁症的人 他的自杀率是越来越高 在世上的人看来是非常成功和有名的人 但是他们的内心却被忧郁症这样的情绪所困扰 韩国也一样 上次说的我们那个首尔的市长 他本来是我们韩国的第一个人权律师 那样的人在他成为首尔市长以后 他怎么样呢 就是对自己的女秘书进行性骚扰 然后最后就这样堕落了 全韩国剩下的人民都知道这件事情 他还可以厚着脸皮活下来吗 所以他自己去了山里面悄悄自杀了 我们的人生不是像着那样去的人生啊 所以保罗是说神赐予他的这样一个标杆 他要朝着这直跑 这真的是非常帅气的人生啊 最高级的人生啊 不是说我个人要得到什么样的成就 我个人要怎么厉害 而是我要向着神所赐予的而前进 在福音里面神赐予一个我们最高的是什么呢 那就是祷告 所有人都祷告吧 所有宗教都有祷告 在韩国非常有名的这些寺庙里面 在每当新年的时候真的是人山人海啊 甚至在韩国的这个入学季 如果你们去到那个山里面的话 深山里面会有一个很大的这样一个地方 但是居然在那样的凌晨会有几百名的人 聚集到那儿去做祭祀 大家就在那儿举着手 祭祀祈求希望让我能够入学成功 让我能够考上好大学 那拥有福音的我们 我们的祷告跟他们的祷告 究竟有什么不同呢 在今天的讲义当中希望大家可以真正的明白 神所赐予的福音是什么样的 神的儿女的祷告是真的是最上位的最高的祷告 所以在进行很多的祷告之前我们一定要先知道祷告是什么 所以第一个我们要先知道祷告的背景 耶稣在那个三年之间教授了弟子们 那就是祷告 马太福音六章九节 他说你们祷告要这样说 这样具体的告诉了我们 那就是主祷告文 因为当时的弟子们都在一直看着眼前所看见的 都在去在意世上人所在意的 他们误会了祷告 在神的子女在祷告的时候 究竟会有什么样的背景降临 我们必须要知道那个 如果大家那个巫女在祷告的时候 那就会有黑暗的力量 那甚至于会生病 可能会有一些坏的厄运 为什么会有这样呢 因为那是鬼神在做工啊 那是恶灵在做工 所以一下子好像能解决 但是一下子会发生更大的灾难 就像那些不认识神的人 他们也会希望通过祷告来祈求 得到自己所想要的 像我们这些拥有福音的人 又怎么能不好好地去享受祷告呢 拥有福音的我们第一个祷告的重点是什么呢 就是圣三位的神 圣父 圣子 圣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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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体的神成为我们的祷告背景 以神的名义祷告的时候 我们真的是会有神的力量来加持的 我们会有五种力 灵力 财力 人力 这所有的力量都会通过 圣父圣子圣灵 圣三位的上帝 赐予我们 神的子女会通过 神的宝座来做工 宝座这样的话是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 他在那个地方 坐着他所处的那个空间 在掌管世界宇宙万物的 那个中心就叫我们的宝座 王座在哪啊 王宫里面的王座的地方叫王座 王的那个座位是被区分的嘛 当我来 以神的名祷告的时候 上天的宝座将会降临到我的旁边 通过这个宝座 通过圣灵来做工 这个圣灵是什么呢 是超越时空间的 虽然我现在人在韩国 来给大家进行讲义 但是神的灵必会通过 时空间的限制 去到各位的身边 降临到各位的身边 圣灵是在任何地方都不会被阻拦的 圣灵通过摩西 通过大卫 通过他们 现在也同样的在我身上进行做工 这就是所谓的宝座的祝福 通过这个宝座的祝福 赐予了我们圣灵的光 神就是光 这个光降临的话 所有的黑暗 所有的黑暗势力都会被倒塌 我们在神的面前 应该怎么样来祷告呢 那是因为我们有神赐予给我们 最大的身份和最大的权能 特别是说神赐给了各位 千国市民权 各位市民权很重要的 要是有美国市民权的话 在全世界都可以活得很好呀 美国市民 美国市民 美国军队出动 那一人 如果美国市民在哪被抓住了 那美国军队都会出来 把那个人救出去的 这世上的市民权都这么厉害 那更何况我们是在天上的宝座的市民权呢 这大大的祝福现在是正好降临在了我心里 那我们来享受这个的方法 就是祷告 那我们祷告经常怎么样呢 就是以我们的水准来祷告 我们的水准是什么呢 祷告不是拿着我有的来祷告 而是拿着神所赐予的来祷告 那就是所谓的以神的水准来祷告 希望各位真的是拿着神所赐予的来进行 一个神学生的祷告 希望大家都能够祷告 今天神将圣父圣子圣灵 通过圣灵充满来赐予给我 希望今天大家都能够来祷告 将神将武力充满给我 不管我在哪里都能够将神的力量 在我身上做工 希望让神让我能够来享受 神赐予的身份和权柄 那么各位就会真的是 有神的力量和能力来降临到我们身上 那第二个为了我们能够正确地享受祷告呢 我们要知道祷告的内容 我每次去台湾的时候 在台湾有一个时间最久远的一个寺庙 它叫龙山寺 真的几乎每年都会去 因为那是台北最时间最长 最久远最有历史的寺庙 所以人都聚集到那儿 我在那里做祭祀的人 然后在那些祭拜的人面前 我问他们 他们叫拜拜 那些人真的是举着香 在那么热的天都那么恳切地一直在那儿祷告 我就通过翻译的人问 他到底是为了什么 是不是有什么重要的考试吗 他说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试 希望一定要让他通过那个考试 又有一些人说 就是因为身体不太好 所以希望能够 祈愿得到身体的恢复 又有一些人说 是希望能够让自己赚大钱 当然这都是需要的 需要这些 为什么我们才可以在这世上好好地生活呀 但是 万一像我们这样拥有福音的人 我们的祷告都跟他们的祷告一样的话 那我们跟他们又有什么差别呢 我们真的一定要先恢复最重要的祷告的内容 第一个 第一个要恢复的祷告就是 享受福音的祷告 我们在一讲里面说到神赐予最高的那是什么就是福音 要是我拿着那个福音但是我还不能享受它那是什么用都没有的 假如大家现在有100亿 那当然大家出去吃吃好吃的旅旅行买什么好东西什么的 那就算拿着100亿但是每天像个乞丐一样生活那就是傻子呀 神给我们福音是为了让我们享受福音的 为了让我们给我们这福音让我们能够恢复力量 让我们能得到力量 让我们能够在其中享受所以才赐给我们这福音的 但是大家却一个星期里面就只有那么一次 星期天的时候去到教会才享受那真的是很浪费的 当然说主日去教会做礼拜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其实是在一周的时间里面不管是家庭学校还是工作的现场 都要去享受这福音啊 享受福音的祷告其实就是说来享受 耶稣是基督这样的一个祷告 享受耶稣基督的祷告其实就是享受 真祭司长真仙之真王的这样一个祝福 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节又出现了 都已经成了这样的话 虽然有问题但在问题中都不是问题 有人没有问题吗 我们教授们也会有一些问题的 家庭也会有矛盾 子女也会有问题 我的健康我的经济都会有很多的问题的 但是知道了耶稣基督 他便是拥有了这些问题的答案 为什么不知道神的人他们会去祭拜去发动战争 因为他们不知道答案 因为他们不知道答案 所以才软弱担心 如果考试生他之前能够提前知道答案 他考试一点都不会慌 我们虽然有众多的问题 但因在耶稣基督里所有的问题都有了答案 不是说是享受问题 而是让你去享受这个答案 那你就不会被现实和问题被困绑 希望大家可以恢复去享受 所有问题解决者耶稣基督的祷告 第二个我们是要去享受话语的祷告 想说话语的祷告我们叫应许祷告 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一节说 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 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 就算你不求这些你们的天父也都是知道的 那我们应该求什么呢 是应该去享受神赐语给我们的话语 大家通过主日礼拜来听到话语吗 不是说听完一次就忘了 而是紧抓这个话语 在一周里面紧紧的去用这个话语来祷告 来生活 那大家就可以真的是尝到 一周之间因着你持定话语而得到的话语的力量 所以我们要做的祷告不是说把这个给我吧 请帮我解决这件事情吧 我们的祷告是祈求神与我们同在 这是一个同在的祝福 你们若常在我里面 我的话也常在这里面 这才是真的与神同在 所以不光是通过好的事情 坏的事情 神都会通过这些事情来做功 来让我们形成同一的共同体 祷告是什么呢 就是仰望神 这个就是祷告 享受与我同在的那个神 这就是祷告 希望大家从今天开始 可以去享受真正的正确的祷告 第三个是祷告的时间表 我们一般是什么时候祷告呀 一般是出现问题和困境的时候 或者是有一些紧急的情况 一些困难的时候 我们那个时候才会非常恳切地做祷告 那神所愿的就是希望我们能够看着神来做祷告 那如果为了让这个人能够一直祷告 所以才会一直有问题 一直给我们困境 那是祷告的 啊 大家是在误会这个祷告 祷告是平时 真正的享受祷告的人 是在日常24小时里面 无时无刻都祈求 与神交通 与神沟通的这样的人 祷告是要在最重要的时间 最好的时间来向神献上的 那礼物也是一样的呀 但是如果是把那种丢掉都可以的 那种没有诚意的礼物给他的话 他虽然会接受 但他心里还是会很那个嘛 我一天当中最重要的时间 当然要献给我的神 那就是祷告 所以我们早晨 或者上午 这个时候是祷告最重要的开始 诗篇五章三节 大卫这样告白 耶和华啊 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 早晨我必向你承明我的心意 大卫都要祝败 但他认为神祝他 大卫真的非常享受和喜悦 神赐给他的祝福 所以他真的是 凌晨一睁眼他就要向神仙上祷告 馬可福音一章三十五節 耶穌也是在 真的是特別凌晨天未亮的时候 他就起来到旷野去祷告 那是说一定得早上才能祷告嘛 也不是那样的 那为什么说早上最重要呢 因为早上是一天的开始 也就是说一天之计在于成 也就是说大家能够在早上开始祷告的时候 能够紧紧的抓住 在主日我没有听到这个话语吧 那就在第二天的早上 把那个话语紧紧的抓住就可以了 有的人他会在圣经里面 得到有一个对自己 很有影响的一个圣经章节 你抓住那个也可以 真的你抓住话语来祷告的时候 神是会在那里给你属灵的力量的 那一天早上大家会有一些 要做的一些日程 那有时候不是说你要见一些重要的人 你有重要的会议 那一天的日程都是已经有的 如果大家能够在早上开始祷告的话 今天一整天的日程都会变得不一样 这个不是偶然 而是神自己给了我们 最重要的一个祝福的时间 那那个日程只是做吗 不是会变成祷告 这个呢我们叫做定时祷告 大卫虽然是王 但是他却每天在定时向神献上祷告 第二个是中午下午的这样一个祷告时间 那中午和下午大家一般主要是移动的 这样一个时间点 大家都 만나고 어디移动都 하고 일도 하고 굉장히 분주하고 바쁜时间 大家在这个时候 一般都是比如说见人做事情 然后这儿那儿移动的 这样一个非常繁忙的时间 那大家一般在这个时候 像早上那样去冷静的静下来 集中的祷告是很难的 那一般这个时间大是什么呢 在遇到人或者做事的间隙里面 祈求圣灵充满和武力的恢复 所有的事情都用祷告来转换 所有人大家看到的听到的 所有的状况都将用祷告来转换 或者突然间爆发了一个 没预想到的问题 那就是要你祷告的信号 那个问题如果你通过祷告来改变的话 一定会在那儿为你充满你的武力 这个呢叫做无时祷告 那接下来就是晚上和傍晚的祷告 一般到了晚上和傍晚的话 大家就是结束了一天的日程 是比较有余的一个状态 那大家在晚上的时候 就是来确认我一整天 集中的话语的时间 大家就可以在这个时间点来确认一下 我一整天到底是怎么样来 抓住神的话语的呢 那就希望大家能够在晚上的时候 进入到一个深层的祷告 圣三位的神的灵 用耶稣基督的灵 真的是深深的享受到 这个灵给你的力量 你会得到多大的治愈和充满 在大家里面有生命线 有两种生命线 第一个是什么呢 是呼吸 所有人都呼吸 不呼吸的话就死了嘛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祷告 那为什么说呼吸的最重要呢 因为在创世纪那里 这是生命的原理 上帝是通过我们的鼻子 吹进了那口灵力 所以让我们成了 能够呼吸的生命体 那鼻子是用来干什么 用来呼吸的 我吸气又吐气 所以所有的病的根源是什么 是因为氧气不足 这个人拿着这个得到了诺贝尔奖 因为氧气不足成为了万病之源 在美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医院 在那他们来教授人们通过呼吸来治疗 让大家能够慢慢地深呼吸 然后再慢慢地把它呼出去 这个虽然真的一直做不容易 但是每天大概有五到十分钟 这样慢慢地呼吸 慢慢地在让它排出去 但是这个呼吸呢 很多搞冥想的人 他们就在做这事 我早上在酒店起来的时候 去台湾的时候 那个公园里面有很多做早操的人 有很多人在那举手 慢慢地晃动 我在想 果然这个真的能运动吗 我们觉得应该要 真的是大汗淋漓地这样运动 才叫运动吗 那是不知道的 这些人啊 他们是慢慢地运动 在将气息慢慢地呼进去 又慢慢地排出来 这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 守护健康的办法 那不光是呼吸 在这呼吸里面要什么呢 要将我们的祷告也放进去 祷告的话 各位的灵就会活起来 呼吸是我们人肉体的健康的话 那祷告就是我们灵里的健康 大家要是在呼吸的那一小瞬间 就把祷告也放进去的话 大家会得到多么伟大的应答呀 希望大家在呼吸的时候 真的是能够祷告 祈求圣三位一体的神 将圣灵充满我 那在呼吸的时候呢 又真的是祈求 神的圣三位一体的宝座的能力 降临到我所到的各种各样的现场 希望大家也从今天开始 能够成为早上中午和晚上 进行这样一个珍贵的祷告的时间 结论 希望大家能够将神赐给我的 这个祷告的祝福 成为各位最好的祝福 大家不能在今天的讲义结束的时候 只是说感觉到 哇原来祷告很重要啊 原来祷告是这样子的呀 这么好的东西 要成为我的才可以呀 这就是我的祷告 这是我享受的祷告 这是要我来创造出 真的是属于我和神 一对一连接的这样一个祷告 那这个祷告呢 那这个祷告从哪开始出发呢 就要从我的福音里面 这两个是什么呢 就是最高的 就是神赐语的最高的祝福 今天我们的教授 真的是能够享受 神赐语的最高的这两个祝福的话 教授们会成为世界上最棒的教授 在台湾有很多教授 真的是有很多优秀又出色的教授们 但是真的能够有我的祷告 我的福音 这样的教授真的是少之又少 神的意象就是说 希望在这些教授里面 能够真的是有我的福音 我的祷告 能够有这样子觉醒的人们 为了实现这个才是让 百忙之中 这么繁忙的教授们 聚集到这里来听这个讲座的 大家只要真的正确地享受 这两个祝福的话 神真的会赐予无上的能力 神的能力降临到我身上的话 神必会通过我去实现出 伟大的计划 那就是什么呢 我的传道 那这个呢在我们的三讲里面 就会再具体一点来告诉大家 好 现在来祷告 神感谢你 请神赐予我们能够每天享受 神赐予的最高的福音 最高的祷告 这样的祝福 请您让我们今天 祝福能够最高的祷告的祝福 请您让我们能够开始去享受 恢复祷告的祝福 24时 하나님이 나와 함께 하심을 누리는 최고的基督的 사람으로 승리할 수 있도록 역사하여 주옵소서 请您来做工 将我们成为 24小时享受 神的祝福的 这样最幸福的人 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